嗨 大家好我是全哥阿全 今天早上有維修 維修完之後 有幾個活動內容有做 新增 然後我們首先看一下 這個積分賽的 這個我們就不介紹了 我們介紹 遊戲內容新增優化跟 無界雷台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 優化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優化的部分 從今年開始 然後 雪萌15級以上 雪萌成員可以透由雪萌商店花費 這個很多 這個應該目前為止應該沒有人有 如果真的要存的話 應該要 不知道存多久 課長應該也沒有到200萬 200萬的名譽幣 那反正我們就一併介紹一下 雪萌等級15等以上的雪萌成員 可以花費200萬名譽金幣 購買傳說級的喔 就是 傳說級的就是等於是 紫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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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族就 我們 刷一下 大致上看一下 我是騎士啦 我直接騎士 我的技能書是 快速恢復 然後這個學習等級都是80等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黑妖就 黑精靈水晶 雙重破壞命運 提升雙重破壞的發動機率 哇這很強的 這一看才很強的 但是你有 你最小看 它發動的東西 內容是什麼 消耗 有HP NP 還有名譽幣 所以說 未來這些技能 你要發動的話 名譽幣 勢必還是要有 對 大致上看一下 槍手也是啊 絕對屏障 然後魔法書 法師的是魔法書 古代啟示 我名譽幣15 HP10 NP10 這不錯耶 100% 施展為暴擊 再來最矚目的就是這個 魔法商人新增 販獸 精靈水晶 鷹眼 妖精 這對妖精來說算很好 700萬金幣 然後 七十等就可以學了 那可以提高遠距離的命中 這招 對妖精來說是 一大喜訓 對啊 所以這個一定要賣 這個一定要賣 我們大致上run一下 在技能方面我們再大致上看一下 接下來下面的部分 交易所上架推播 推播就是一些通知的東西 我們也大致上run一下 就是說 道具登錄之後呢 需開啟接收推播 新增這些功能 當下連結該帳號行動裝置 就會接收到上架推播通知 玩家在交易所上架 西歐等級以上道具時 就會有這些功能 好啦 那再往下看是 就是專備更名 之前我們 深刻影響 這支砲 做深刻影響 現在改成紫羅蘭火炮 不死鳥衝擊波 改成不死鳥衝擊炮 裝備一些 人力值啊 是應該都一樣 只是說名字改不一樣 像 之前 在豐龍區不是可以打到什麼 有 有機物鞋子 有幾乎聽起來感覺好像 龍作物 他改成遠征者皮鞋 大部分 都更名啦 什麼炸彈棒 變成衝擊炮 炸彈棒真的很好笑 好 就這樣 啊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有兩個子裝 子裝 該能力值 古代 古巨界啊 本來是力量加二嘛 阿改成力量加三 這不錯 對課長來說 幫助不錯 幫助很大 然後 范德 范德 最期待的 不會壞刀 正式上線 這個也是一大喜訓 因為大部分的人用雙手 雙手劍 大部分現在都是說 惡魔王雙手劍 因為是不壞刀嘛 現在這支起來了 這支惡魔王雙手劍應該是會降價 這支讚的 不錯的 應該是 對課長來講幫助算很大 好 這個部分是優化的部分 遊戲內容新增優化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是 我們來介紹 介紹無界雷台 無界雷台 然後我們看一下無界雷台 哎呦 無界雷台 無界雷台的部分 也是從今天開始 到12月12號 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他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任務 那個任務就是你要 消滅任何怪一千隻 然後他就會送你一張 無界雷台的 捲軸 你搬去以後 你就會可以 安靜 在畫面看到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 裡面使用時間是五分鐘 使用地圖是五分鐘 進去裡面的等級 你要你的資格等級 入場等級是60 然後 你進去之後他會有一些BUFF給你 基本的 123 三段 就這些東西 然後變身你會自動變成 應該是自動變成土龍者 然後裡面 會有 葉之奧爾丁跟葉之殘像 這些登場的怪 那這兩隻怪會掉落 掉落的東西就在上面這些 葉之殘像是金幣 然後 奧爾丁就是掉 箱子跟龍鑽箱 葉之箱子跟龍之鑽石箱 那數量都隨機 這邊有註解 角色如果要進去之前 你已經吃了一段兩段三段加速 你進去無界雷台就直接會被清除了 直接套用 活動地圖的BUFF 那離開之後就會自動 就會自動復原了 離開活動地圖後原BUFF不會復原 你原本的BUFF不會復原 反正你就是要重新 反正你要進去之前 你都不要吃好了 你就不要吃龍珠 生一個龍珠 那獎勵 獎勵物品 他講得很清楚 沒有標記的 沒有標記的就是以1為單位 你打到就是1 就這樣 那葉之箱子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啊來下車看看 葉之箱子他可以開到 人力長靴 然後人力戒指靴子 然後T恤 那一些 什麼龍珠啦 BUFF的東西 強化戰鬥卷 附魔強化 負重卷之類的 然後龍之鑽石箱就是開到 紅寶石 藍寶石 鑽石 30頁 50頁 100頁 類似這樣 然後 裡面的鞋 那個啊 人力長靴啊 些箱子 我們看一看 大概就是 依你的職業 譬如說你是騎士 你就得到 力量長靴 妖精 跟槍手 就是敏捷的靴子 啊 法師 法師 就是智力長靴 然後 戒指的部分 我們在大致上亂一下 戒指的部分 就是一樣 騎士王主 跟妖精 征戰之戒 妖精槍手 就是疾風之戒 法師 賢責之戒 然後 人力T恤 人力T恤的箱子 像我騎士 騎士的力踢嘛 妖精槍手 鳴踢 法師的自踢 這個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看一下 那 這些道具呢 就是維修之前 反正就是 如果你打到就把它打開吧 對啊 打到就把它打開吧 裡面就是會打到這些東西 然後葉枝箱子可以開到 這些藍莊 鞋子 鞋子 戒指 跟T恤 萊莎 以上 感覺不錯 我是感覺不錯 重點是它每天都有啦 每天都有一次吧 我看一下 每日 對 每次均消耗 無界雷台移動 移動卷軸一次 一個啦 然後它是活動任務 每日可完成一次 凌晨5點就重置了 不錯不錯 至少這個隊伍克 還蠻佛心的啊 以上 活動介紹 就兩個而已 其實 蠻好理解的 好啦 今天 阿全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希望能對你們有所幫助 那祝福大家 在玩天狼刃都能打到寶 抽到紅便 合到紅便 然後 歐一波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全老師 全司機 再來介紹活動內容 各位掰掰啦 掰掰 在跟 在跟